孩子我打掉了 你别冲动啊 我马上去找你 他十几岁就到了我们家 他为了我们家付出了很多 我跟李秀红之间根本就没有感情 为爱妥协 他步步深陷情感骗局 我和生完孩子 我就把他给甩了 他能乖乖把孩子就让给我们 那孩子本来就是我们 呀 生了 咱们给这孩子起名叫天天吧 哎呀 我们天天可真可爱 真心付出 却一再遭遇谎言与背叛 他将如何逃离爱的深渊 敬请期待方圆巨镇 五级迷你剧集 步步惊情 第二集 我的命是你救的 我都没有你 就没有现在的我 你是不是想甩掉我 跟那个女人结婚生孩子 我要的就是这个孩子 放心 我肯定能 而且这孩子还交给你 我还收获呀 看你们俩这样子 打算过一辈子呀 全都是你的骗局 如果我儿子没了 你爸休想拿到我一分钱 他出生在一个骗局里面 出生在一个弥天大黄里 没有一个孩子 他愿意出生在一个不幸福的家里 我是陆琴生的老婆 他迟早会够 离婚吧 离婚吧 既然话都说到这个面 儿子留下了 要不然 毁掉了个不仅仅是一个自己 乖乖地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 我马上带你去见天天 我只给你三天的时间 给你名下所有的房产 和离婚协议书上的签字 我俩的事儿亲 我跟她的事儿还没聊 亲吾亲吾 警察说了 不送 举起手来 奶奶生前说过 善良之人 亦有善夫 我们都会幸福的 雨晴恋爱一周年 今年快乐 亲生 我的命是你久的 如果没有你 就没有现在的我 你干嘛 我刚路过这儿 看到有人拿这个 砸人家窗户 我正要问他 他就问我 李老师 你有礼物我呀 我今天早上 给老师办公室送作业的时候 看到一个陌生女人 从里面出来 她阴阳这里有一个青色胎记 就是她 你帮我盯着 我马上过来 四楼 确定是这个女人吗 就是她 我打扰你好日子了 那不是为了工作 才找那个女孩谈恋爱吗 那个女人啊 是我们老爸 儿子的班主呢 我给你三天时间 三天时间 跟那个女人断干净 不然 不然 我跟你往死里闹 肚子里长了个东西 我要当爸爸了 那个胎记 我看到你们俩在一起 我不会让你得逞 我说我是为了图你们李老师 钱她是为了安抚 我是真心爱你们李老师 你记住我今天讲的话 沐青生 你们俩孩子都有嘛 你可真是够不要脸 你给我闭嘴 雨晴 雨晴 你可别忘了十年间 就带个好事 你是不是想甩掉我 跟那个女人结婚生孩子 我要的就是这个孩子 放心 我肯定能够 而且这孩子还交给你来待 这孩子做得好 是不是 这孩子 你不顾大家 我肯定能够 踊月 这孩子 不可以 那我就把这孩子 我肯定就好了 一身 或是 我肯定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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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我肯定能够 醒了就好 有没有好一点 雨晴 我永远都不会伤害你 也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 我 够你别人了 你还好意思跑啊你 你们两个孩子都有啊 你可真是够病人 你给你给你 闭嘴 雨晴 雨晴 我一定会对你负责的 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好爸爸 你相信吗 好 谢谢你 李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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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考虑清楚了 你现在身体状况可以做手术 但是 做人流对你以后生育 多少会有些影响 考虑清楚了 坐吧 好 签一下这份知情 我来帮你安排手术 你还好 紫秋 出什么事了 对不起啊 紫秋 老师确实有点事 没能及时回学校找你 你跟陆情生怎么了 他怎么迷了 这不关你事 你怎么又来医院了 你是不是都知道了 知道什么 陆情生的 你跟我来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个混蛋 他明明说过他不会伤害你的 你后来有在医院见到过他吗 见过 不过他什么都没说 急匆匆地就走了 你上午那么着急找我 你上午那么着急找我 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 我真是蠢 老师 我没资格做你老实的情况 让你们开笑我 别这么说 是陆情生那个混蛋他骗了你 你放心 老师知道该怎么做 只是我没想到 这个代价竟然要付出一条小生命 这个代价竟然要付出一条小生命 老师 没有一个孩子 他愿意出生在一个不幸福的家里 是 雨晴 雨晴 你在哪儿 分手吧 孩子我打掉了 什么 雨晴 你别冲动啊 我马上去找你 看吧 现在吧 喂 奶奶 我在医院拿药 马上就回来 好的 紫秋 早点回去吧 别让奶奶担心 那我先回去送药 等一下就回来陪你 老师 你等我 没有一个孩子 他愿意出生在一个不幸福的家里 马上就结束了 雨晴 你为什么带我来这儿 这里是我们曾经相遇的地方 对 真讽刺 雨晴 你知道吗 当我把你救起来 你睁开眼睛看到我的那一刻 我就爱上你了 你把嘴给我闭上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这些 雨晴 你知道吗 她十几岁就到了我们家 这么多年来一直在照顾我们家 我父母对她比对我还要亲 可你知道吗 雨晴 我跟李秀红之间根本就没有感情 今年年初的时候 我爸妈相继去世了 我对不起她 我对不起她 这十多年 她为了我们家付出了很多 可是我连最基本的感情都给不了她 我与其 在你消失的这段时间 我去找她谈过了 她知道我们有了孩子 这件事情已经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了 所以她已经断了念想了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瞒我 因为我不想让你知道这些不堪的事情 你心思是那么的单纯 我不想让他们影响到你 而且我害怕 我害怕你知道以后 会离开我 雨晴你知道吗 在没遇到你之前 我以为我这辈子就这样 感情什么的 我没有资格拥有 可是我遇到了 你知道吗 我刚刚喜欢你的时候内心有多么的痛苦 我内心有多么的挣扎 你以为我愿意把自己陷入这种不仁不义的境地吗 我没办法呀 一切一切都是我 你骂我也好 打我也好 你实在不解禁 你拿刀子割我也好 但我求你不要再离开我 你要是再来晚一步 你要是再来晚一步 我们就回不起了 你不回他 你不回他 我还会想到亲子 你只想起来 你不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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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回家 我呢 你不回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生 他走了吗 他的事我已经安排好了 其实他一个人也挺不容易的 以后咱们能多帮他的地方多帮帮他吧 雨晴 你真是太善良了 这事交给我你就放心吧 嗯 你打算把那个女人怎么办啊 等他生完孩子我就把他给甩了 孩子归我们 他能乖乖把孩子就让给我们 什么叫让了 那孩子本来就是我的 陆情深 你可真是够狠的 人家一个黄花大闺女你 我不狠怎么整出孩子来 我这不是为了给我们陆家堂堂正正留个后吗 再说了你不想要个孩子 那有了孩子我们才是完成的家 你管我什么事我找我爸让他听电话了 这到底是我爸电话还是你电话 父亲好 我没什么跟你说了 声插 那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子秋奶奶今晚过生日 子秋呢想叫她爸一起过来 但是最近几次子秋跟她爸打电话 都是她后妈接的 所以子秋就一直没有跟她爸爸 单独接触的机会 你知道子秋奶奶在哪过生日吗 我知道 她已经订好饭店了 那行 那你把时间和地点告诉我 好 走 喂 子秋爸爸 您下午有没有空啊 我想请您来一趟学校 不好意思 李老师 我来晚了 没关系 来得及 紫秋爸爸麻烦您带我去个地方 李老师 您是要在这吃饭吗 有人已经订好了 在里面等我们呢 还有我 是 走吧 子秋爸爸 这个您拿着 待会儿一定要说是你自己买的 这是 蛋糕 好 来 到了 奶奶 李老师 妈 我来了 你怎么来了 子秋刚才跟我说 你有事再忙 来不了 这不是想给您个惊喜吗 再忙 是吧 也得给您过寿 来 叔叔 奶奶 听说您今天过生日 我也来测个热闹 祝您生日快乐 身体健康 谢谢 李老师 我太高兴了 快请坐 蛋糕 这蛋糕 我讨厌 你看看 你们爷儿俩也不好好商量一下 子秋刚买了一个蛋糕 你又买一个 这两个蛋糕哪吃得完呢 没事嘛 开心嘛 开心 老师 子秋 你怎么出来了 谢谢你把我爸带到这儿来 小事 奶奶过生日嘛 我想尽一份自己的心意 行了 走吧 老师 你跟陆清生又很好了 嗯 而且 现在我们已经结婚了 我说 你小子 我平时对你不错吧 老师结婚了 都不祝福一家 子秋 老师已经是成年人了 会对自己做出的决定负责的 你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好好学习 别操不改操得心 行了 走吧 嗯 对 往家走呢 老家情况怎么样 都挺好的 农村人就是爱热闹 搬新房也要搬一程 应该的 那行 你先忙吧 拜拜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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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怎么找不着你 躲这儿呢 干嘛 那女的避产期快到了吧 快了 那你也别想着一生下来就抱走啊 怎么着也别等着难以后了 这我等得起 倒是你 别到时候反悔了啊 我反什么悔啊 你是我的 儿子是我的 我有什么好反悔的 到底是 清深啊 我说你这个大忙人啊 好不容易把你请过来 太忙了 来 看看三婶人的手艺 多吃点 多吃啊 秀宏 你看我这堂地多好啊 有钱又有本事 你跟着他 你就享福了 是 那我就再提一杯 好 好 祝三婶三哥 乔前兴君 祝三婶福寿安康 三哥 走日发财 好好好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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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 吃吃吃 这个 三婶三哥 你们先吃吃喝喝 我有个工作电话 好 我去接一下 这 这这不再吃点了 他就是个大忙人 这这也太忙了 开开 生了 吓我一跳 小歹车 你让我看看 这也太可爱了啊 秦正 咱们给这孩子起名 叫天天吧 就希望他以后 天天在咱们身边 行 就听你的 你看 好乖乖乖 天天乖 没事 嗯 我们天天可真可爱呀 是不是 像你 少肉麻了 我孩子他爹了 对了 你刚才喂完奶 给他喝水没有 你买秦生啊 让我帮你借这个事 你这个当妈的 但老旺 来 来 妈 多亏有你在 不然我们俩呀 肯定手忙脚乱的 还有这房子 为了让我们减轻负担 您二话不说 就全款买下来了 谢谢啊 都是一家人了 还说这客气话干嘛 倒是你们两个 又要工作又要带孩子 真够累的 哎 不过秦生啊 你本来在子秋爸爸工资 干得好好的 怎么突然间辞职不干了呢 妈 我这些年积累了不少的资源 所以我想啊 自己闯一闯 试一试 有拼劲是好 但是千万要注意身体啊 你最近老是出差 回来呢还要帮雨晴带孩子 太辛苦了 妈 秦生公司刚刚起步 回头步入正轨就好了 对啊 对啊 妈 只要是为了这个家 再累我也开心 好了 看看时间 也迟到了 差不多了 来 妈 好点 来 跟爸爸再见 天天再见 拜拜 再见 妈 走了 注意安全啊 好 拜拜 来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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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李老师 啊 李老师回来了 再次恭喜你啊李老师 谢谢 李子秋 你很厉害啊啊 你就这么喜欢齐哄 那上课回答问题怎么没见 你这么积极啊 陈老师 李老师回来了 李子秋又给你惹什么麻烦了 当着你伴出人命啊 你跟大叔 李子秋 说说吧 好久不见 李老师 是 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来了 你找谁啊 我找陆秦升 妈 谁呀 找秦升的 秀同姐 你在家呢 没上班啊 我刚下班回来 你快进来吧 妈 这个是 秦升的表姐 天天的表姑妈 那快进来坐 我给你倒茶去啊 进来吧 进来吧 你妈也搬过来了 秦升说 怕我一个人带天天照顾过来 就把我妈也接过来了 秦升没在家呢 她出差了 这就是天天吧 是啊 哈喽 来 表姑妈 喝水来 我喝 表姑妈 你今天 是特意来看天天的 哦 要不要抱一下 可以吗 嗯 来 天天 让姑妈抱一下 看啊 天天 真是太乖了啊 真好看 好好看吧 跟雨晴小时候啊 姐人就一个屋子里客宿来似的 美姑妈 你先坐啊 我把菜炒完 今晚就在这吃饭啊 天天 看看这是什么 秀红姐 你这次来 是找秦升的吧 澳梅 我是来给我爹拿药的 顺道过来看看 他老人家身体怎么样啊 前几天我还和秦升说 等天天大一点 我们俩带他一起回老家看看 你们俩 你们俩一块回去啊 嗯 我先走了 秀红姐 你 你在家吃个饭呢走呗 我不吃了 秀红姐 天天 我管你在什么地方 你赶紧给我回来啊 我就在你家门口等着 你干嘛在这儿等啊 我不到这儿来上哪儿找你啊 你干嘛在这儿等啊 看你们俩这样子 打算过一辈子呀 你休息一下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跟我来 别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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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不知道什么呆啊 怎么啦 哪儿不舒服吗 看我干吗呀 李秀红今天来家里了 他跑家里来了 对 肯定是他爸生命用钱的事 白天我在忙 打了我好几个电话都没接到 估计一着急就跑过来了 他没说什么吓到你吧 这倒没有 他爸身体怎么样了 也没什么大事 做一下手术就好了 那 他 他再没来找过你 我跟他说 我说你有什么事你告诉我 大不了我回趟老家嘛 算了 他也没抱我怎么样 不过 我看他挺喜欢甜甜的 那就好 这次我回来啊 可以多待一段时间啊 我准备下个周末带你去到澳门 给你买几套衣服 我说 你可能没多想法 这是陆琴生之前登记的 寄回港澳通行证的地址 请你核对一下 我看你俩这样子 这咋做过一辈子 姐姐 问一下 这个地址怎么走 在这边 这边 谢谢啊 姐ů 难道啊 怎么是你啊 秀懵姐 你来这儿看什么呀 陆秦升让你来的 不是秦升让我来的 是我自己找过来的 找过来的 你怎么找过来的呀 我一路问人找过来的呀 你问别人了 你有没有跟别人说什么呀 什么 没什么 你先坐下吧 我一路问你 你怎么一路问你 我一路问你 你都不熟呢 我一路问你 不管你的头让你吃 Meow 都不熟呢 我看不清楚 你不熟呢 你不熟呢 我看不清楚 你不熟呢 我出去一趟 你再坐一趟 秀红姐 秀红姐 秀红姐你干嘛锁门啊 秀红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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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让村里人知道 不管他问什么说什么 你就咬死这一点 然后赶紧把他送出村 不要他跟村里有任何情绪 好 我知道了 萧虹 你怎么躲这 你们家好像出事了 什么事 我刚才从你们家门口走的时候 听到一个女的在里面喊救命 是不是你爸出事了 我爸 这么一会 快点快点 你也真是的 家里有人 你怎么打什么呢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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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打过120了 应该一会儿知道 爸 萧虹姐 叔叔一定会挺过去的 你生怎么样了 好 幸好长期不得及时 病人现在稳定下来了 不过我建议还是去大一点的医院 做进一步的治疗 谢谢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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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没事没事 熊虹姐 这样吧 我帮你去联系城里的大医院 你让叔叔赶紧转过来 玉京 这次多亏你及时抢救我爸 不然 不然我爸 别这么说 我只是碰巧学过急救 你就是我的恩人 你是我的恩人 你是我的恩人 你也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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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你看 不 不 不 雨晴 我会有件事 想跟你说清楚 你说 我的命是你救的 如果没有你 就没有现在的我 你是不是想甩掉我 跟那个女人结婚生孩子 我要的就是这个孩子 放心 我肯定你 而且这孩子还交给你的 我还收获呀 看你们俩这样子 打算过一辈子呀 全都是你的骗局 如果我儿子没了 你爸休想拿到我一分钱 他出生在一个骗局里面 出生在一个明天大谎里 没有一个孩子 他愿意出生在一个不幸福的家里 我是陆琴生的老婆 他迟早会跟你离婚 离婚吧 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 儿子留下了 要不然 毁掉的可不仅仅是一个自己 乖乖地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 我马上带你去见天天 我只给你三天的时间 我只给你三天的时间 给你名下所有的房产 和离婚协议书上签字 我俩的事儿起 我跟她的事儿还能聊吗 心里心里 警察说了 不送 举起手来 奶奶生前说过 善良居人 亦有善夫 我们都会幸福的 雨晴 你听我给你解释 修红姐都跟我说了 全都是你的骗局 当初为什么要生下我 为什么 雨晴 回家吧 雨晴 你觉得我还会在心里吗 我觉得 她是真心想跟你 好好过日子的 你好好搞的 喂 请问你找哪位呀 你谁呀 秦医生在洗澡呢 秦医生 这回我一定会 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 儿子留下 要不然 毁掉的可不仅仅只有你自己